谈救医之事 救养生之物 解疾病之祸 他这个其实是弹尸汗症 给他开了一个方子 没过多久高兴的跟我说 出汗的症状明显的减轻了 具体肺方 苍竹12克 陈坯6克 茯苓12克 后补10克 霍香12克 白豆蔻5克 生义仁24克 半夏12克 独孤子12克 诺道根30克 苍竹 茯苓 义仁 见笔出尸 陈坯 后补 白豆蔻 霍香 行漆化石 半夏 厨师酱匿之藕 诺道根 止汗 骨骨指 温慎助阳 使得阳气足 而弹湿自化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 情况不同 要用这个方子的话 还是需要面枕 根据个人的情况 加减使用 如果您吃气不重 想要自己调养 可以将苍竹 义仁 陈坯 还有茯苓 这四味重要 各取6克 盐成粗沫 用沸水冲泡之后 早晚带茶饮 另外 老安再给您提供一个去湿的湿疗方 空心菜梗炒黄豆 适量的黄豆用水浸泡之后 放入锅中 小火扎酥 放入切成寸段的空心菜梗 一起炒两分钟左右 根据个人的喜好 加盐等等这些调食品即可 黄豆补气和空心菜梗搭配 可以增强它去湿的作用 空心菜 还有平稳血糖 润肠通便 排毒杀菌 降脂减肥 提高免疫力等等这些功效 现在正是吃空心菜的季节 快去买点做菜了 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 建议您分享 想第一时间观看老安更新的养生内容 请点击订阅按钮 同时 请点一下右边的小铃铛 这就是您对老安最大的支持 科学养生 关注老安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